好,大家好,我是530的超人 这一阵子有一个行李箱在高速公路掉落 但是这个车主到目前为止它都没有出现 我们观察影片感觉它应该是那个底下的四个夹具 根本就忘了夹就出门了 但是这只是推测 然后这一两天又有一个行李盘在国道3号掉落 昨天我放下工作,专程到民间分队去找远景 了解这个掉落物品 现场看到的掉落物 那个行李盘底下的行李架都还夹着 但是行李架的底部因为衰落过程已经完全分离 无法看到它的固定情况 四个勾片里都已经不见了 但是因为WISHBAR的勾门边的方式 要特别注意 它有一个卡榫 洗车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拆卸到这个东西 里面有两支插销 这个插销是可分离 一不小心如果脱落没有注意到 整个底座是会分离 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底座分离是因为 它可以透过更换kit的方式来换到不同的车型 当这个插销固定回去的时候 只要把那个上盖是盖着 它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插销 没有这个盖子盖着的时候 可能拿下来也会不小心掉落 所以安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听安装店家的解释 然后放在车上准备出门的时候 务必检查看看是否有松动的情况 如果有松动一定要拆起来看插销有没有到定位 然后安装车顶架这个东西 一定要找可以随时跟你解释如何安装的人 千万不要找网络卖场 当你买了一个东西 你半夜要出门的时候 当你检查到问题 打电话却没有人听 甚至你根本没有电话 比如说有一些线上购物的 它并不是个人主持的卖场 当你买了东西过了七天见赏期 你有问题要问谁 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还在等这个车主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他联络到 我们想要了解到他是在哪边安装 然后安装之后是不是自己曾经拆下来重新组装过 这个部分我们都要把它厘清 这是对大家的使用安全会有帮助的事情 那如果有更新的进展 超人再来告诉大家 谢谢 洗车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拆卸到这个东西 里面有两支插销 这个插销是可分离 一不小心如果脱落没有注意到 整个底座是会分离 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底座分离是因为 它可以透过更换kit的方式来换到不同的车型 当这个插销固定回去的时候 只要把那个上盖是盖着 它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插销 没有这个盖子盖着的时候 可能拿下来也会不小心掉落 所以安装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听安装店家的解释 然后放在车上准备出门的时候 务必检查看看是否有松动的情况 如果有松动 一定要拆起来看插销有没有到定位 然后安装车顶架这个东西 一定要找可以随时跟你解释如何安装的人 千万不要找网络卖场 当你买了一个东西 你半夜要出门的时候 当你检查到问题 打电话却没有人听 甚至你根本没有电话 比如说有一些线上购物的 他并不是个人主持的卖场 当你买的东西过了七天见赏期 你有问题要问谁 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还在等这个车主 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他联络到 我们想要了解到他是在哪边安装 然后安装之后是不是自己曾经拆下来 重新组装过 这个部分我们都要把它厘清 这是对大家的使用安全会有帮助的事情 那如果有更新的进展 超人再来告诉大家 谢谢